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荣耀CP逐渐的寂寞,杨迪真人CP迅速扩增,很快就聚集了30万CP大军。杨迪CP超话迅速挤身前三,CP粉们天天在杨迪超话磕声磕死,并扒出了许多大料。 综合各方面的信息,我认为确实有很多疑点。 首先是快乐大本营的甜蜜互动。 2021年8月7日快乐大本营播出,杨迪两人节目里CP氛围感拉满,各种互动贴脸词语且不说,毕竟为宣传聚集而来,也怕有些画面是刻意剪辑的。 但是在无人注意的角落里,镜头不在他们俩人那里时,他们悄悄地互丁互动是为什么,可能仅仅是因为关系号。 8月14日七夕,中国的情人节一起唱游迪士尼共赏烟花大秀。 如果是为了电视剧宣传,其实这一天,距离超点大结局只有两天了。 要是为了热度,为什么不提前些日子,快结束了才来宣传? 之前一直有小道消息传的是8月12日,怎么突然又退后了几天? 非要选择这么一个让众人疑惑重重的情侣相聚的日子? 更不用说,两人迪士尼直播的各种对视害羞了。 第一场直播,一项与男士保持距离的女人不一样了。 第二场直播,害羞对视,共同观看高甜吻戏的Requestion。 一项自取专业拍吻戏不为害羞的Rub自己打脸,两人都面红耳赤。 8月15日,两人七夕节一起去了迪士尼看烟花后的第二天, 歪歪就安排了很多媒体采访还有直播。 直播里面,歪歪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荡漾也不为过, 反复QRub的口头语,小可爱,大可爱,而且笑得停不下来。 我实在不明白这有啥好笑的。 还Q了三次新香舞。 在工作人员提到高甜吻戏时,我耳朵装听不见。 如果两个高低梁的人在一起,拍照的高男司马,是不是有难度啊? 大方说一句,都是专业演员不就行了? 还有采访里被问到,老丈人时说老丈人喝茶怎么办? 这是有了明确的目标才这样说话的吧? 否则怎么这么精准? 至于Q想去新香旅游,就纯粹是因为,喜欢也说得过去。 然后是Rub的直播级采访。 Rub自从被有些人断章取语,采访文字嘲讽以来说话都比较严谨,滴水不漏, 但是也有很不一样的地方。 他之前在综艺节目里,一直表现得比较大大咧咧,不太顾忌偶像包袱的活跃感。 但这次,快门不知道为啥感觉安静娇媚了许多。 然后8月13日,直播里突然Q到,喜欢吃囊鞭,鞭架的远的话题。 发布会时,说起羡慕乔晶晶比较直白,有什么心理话可以直接说出来,勇敢去碍事,和歪歪相识一笑,意味深场。 按理说,剧早就播结束了,再营业也没有必要了,可以结盲了吧。 可是这两人不但没有结盲,还有私下的隐隐约约的小动作和撞肩膀是啥意思? 好了,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,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